嗨大家好,我是莉安 那今天呢,你们看我这个造型 这部头发很乱 所以我今天主要来做一个 漂头发的视频 对,这个其实我买到 已经很久了,已经差不多到 我手里快一个多月了吧 其实一个多月之前就想漂已经拿到手了 但是因为我之前有拍一个 汉服的拍摄嘛,所以头发就 还是得保持这个颜色 所以就一直没有漂,那么今天呢 就来漂了 那如果你对这个主题 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跟我一起看下去了 好,那么 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些攻略 然后也买了这个 漂发的产品,那么 就是用这两个,然后我各买了 两盒,之前是因为头发这么长 的时候买的嘛,觉得会用的多 那么这一次的话头发短了 我估计看一下一盒够不够 一盒要不够就还是得用两盒 这两个是那个店家推荐吧 他说先用这个八度的 先漂一遍,然后再用这个 再漂第二边的样子 那里面东西都其实差不多 就会有一些,比如说 这个双腰乳呀,还有 染漂剂之类的,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混合一下,可以上头发了 自己漂的话就可能会 漂不均匀,所以我会等下来找朋友 来帮我漂,然后在漂之前呢 就是要在这边要涂上一个 厚厚的一个面霜 这样子,那好像自己 在家漂头发也没有什么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我这个头发 已经三天没有洗了 就是,好像大家说就是有头油的话 会保护你的头皮嘛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吧 虽然他给了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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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来着,微薄 我第一遍漂用的是这一个 是把这两个,然后加到这个里面 然后这样的摇匀就可以了 好,那我现在给头发已经分好区了 分了三个区 然后我就开始给脸上要涂这个面霜了 好,那我不会再给你 过分了 如果好,我会帮忙 好,那我吃一下 这就是这个 我帮忙的是这个 打托败的 等等我 来 开心 大 我们 像光头 好 这是我漂完第一遍的一个样子 然后它让我不要用那个洗发水洗 所以就用清水洗 可能就是洗完之后头发特别特别的酷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还要漂第二遍 我打算漂完第二遍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去黄的护发素去洗了 那边洗完应该头发就没有这么的干枯了 所以我现在呢就准备来漂第二遍 第二遍用的是这一盒 然后也是两罐 两罐的话我这个头发的长度应该就刚刚好 有可能还会用不完 我之前用那一罐的时候就没有用完 然后最后就多出来了一些 那这一罐我估计也会用不完 我现在是已经很晚了 然后我就是退完第二遍然后又上了这个护发素 就是退黄的那个护发素再等大概半个小时我就可以洗掉了 那我们就再一会儿见 我回来了 怎么样这个颜色 我自己染的其实有点不太匀 就你们可以看出来头顶啊 然后还有这边 这边就不知道为什么第一遍染的时候 那个染膏是够用的 但是染到第二遍的时候 就可能头发变得比较色了吧 就染完之后这边就不够用了 结果就 结果这边呢就稍微的颜色稍微深一点 但还好吧 也看不大出来 当时我上了颜色的话应该也没有什么大的缺 如果说你自己的话特别建议染不匀的话 就建议大家还是带着自己的染膏去理发店 然后专门的Tony老师帮你染 那我大概染完呢 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还可以吧 然后我想大概等这个黄毛再待两天 待个一个多星期让头皮缓一缓 因为我染到最后一遍的时候已经很痒了 我想缓一缓头皮之后呢 再来染色吧 今天这个漂头发我觉得还是成功的 因为这是人生第一次漂头 然后我之前就是那种从来也不怎么染头 也不怎么烫头发 然后也不染色什么的 我觉得还挺新鲜的 那说一下注意的问题吧 就是如果说你们想自己在家自己染的话呢 首先就是你最好有一个帮手 因为像我今天的话 其实有朋友帮我一起染嘛 我都觉得还蛮不好染的 就兵荒马乱的那种 那如果说你自己染的话 就可能更染不匀 或者是你自己就会更慌乱 所以就最好有一个帮手去帮你染 还有呢就是上色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那个染膏是充足的 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够用了 但是其实可能就真的就不够用 那个就很惨 所以染膏一定要保持充足 其余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了 就看你想要什么度 但是我觉得漂发和染发都是玄学 就看人品的东西 就有可能就是不一定就是你想要染成什么色 或者是你想要漂成什么色 它就会变成什么色 就有可能像我今天这种就就是染的没 漂的没有我预期的那么浅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深了 就我想要的是就是特别就是我里边的这个浅色 我想要的是这么浅的颜色 所以就染发的话 一定要有就做好心理准备 不要冲动 然后再开始 好那么今天的这个染发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留言区或者弹幕区来问我或者私信都可以 好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